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永远在一个荣耀的状态中 英文的字是consumation 宗旨不是说没有了 明白吗 不是说宗旨没有了 是已经到了一个终点了 到了最高的那个点 永远在那里 因为 耶稣基督在天上还是我们的中宝 那这个意思不是说他还需要 结尽我们的罪 已经不是这个意思了 在荣耀中我们借着他 我们永远赞美他 永远靠他与父交通 所以这个中宝的意义就不一样 跟他在来之前 现在他还是为我们带求 保卫我们 保卫我们 他将来那个中宝的意义 就有 我现在扯到创世纪第一章 有神学家说 耶稣基督也是创造的中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是神人之间的 所以那个中宝的意义就已经不是 我们还是罪人 我们成圣不完全 实在我们在荣耀里 就好像亚当还没犯出之前 道 他说有道 道还是那个最荣耀的 显示父神的那一位 他也是让 当然将来就不一样 将来是让我们已经 完全成圣的 荣耀的圣徒 他还是中宝 借着他 已经完成的工作 完全完成的工作 永远跟父神在一起 享受他 荣耀他 他在 当我们以后在天上之后 他在继续 以他的中宝的身份来 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吗 做什么事呢 就是 我打差一点点来做比方 比方说我们说 耶稣基督完全顺服 遵守律法 在地上他无罪过了一生 好了 那到了天上 还需要律法吗 当然不需要 我们也不会再犯罪 也不会再违反律法了 因为将来我们就是 无罪荣耀了 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无罪荣耀 就是完全符合神的律法 所以在天堂呢 那个律法还有它的功用 就是那个标准 我们已经进入到 完全遵守 完全成全的 同样的 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 已经到了那个 最荣耀的那个地步 所以不是说 完了把它切断 那之后就有个新的 那新的是什么呢 新的永远的就是 整个创造大功和救赎大功 包括护理的 就是这样的 创造和救赎计划的 最高最荣耀的那个状态 也就是说 将来的不是说脱离了 切断了创造跟救赎不离了 现在另外一个状态 不是的 它就是创造和救赎 这两个双重的计划 最后要达到那个点 但是之前的工作是终止的 当然不需要再祷告了 我们就在他的面前 不需要再征服仇敌 没有仇敌再需要征服了 没有罪需要捷径了 那这个问题 我们被问到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回答 就是又终止又不终止 达到最荣耀的状态 两面回答 好 我再多一个问题 关于基督 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 尤其是看了一些圣经神学方面的书 例如 揭开奥秘 或者是为世间 或制衡 一些的 他们主要从旧约的一些主题当中找到基督 是的 并且在神学认识论当中 弗兰姆说 如果我们在任何一段圣经 甚至包括在旧约当中的每一处经文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从中看到 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就等于没有从中看到圣经最重要的信息 那么我的问题是 他这句话是我们的院长教的 他是我们院长的学生 也是院长的同学 我是他们两位的学生 对 我的院长就是 解开奥秘的作者 他会问我们 诗篇有多少篇是指向基督的 当然答案是150篇 好 请你继续 因此 我们常常会受到一系列的问题的挑战 有人会翻开一处经文 这节经文 基督在哪里 我们既从当中看不到基督的工作 位格 身份 只是一段甚至是一节经文 我们应当怎么样从这方面来处理基督的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说 整个旧约是一个制度 是约的制度 我们先暂时撇开创世纪第一第二章不讲 从第三章开始 特别是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 不说前面没有 也有的 我们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 这个恩典之约是一个制度 是一个架构 整个一个大架构 里面有恩典的应许 有律法 还有各种的典章 有敬拜 还有人的回应 诗篇等等 还有智慧之道 那这个制度里面 当然就有一些的职份 先知济世 君王 世诗等等 我打个比方 比方说我们今天是在清朝 在一个小农村 皇帝这么远 一个农夫在那里耕田插秧 你说在那里找不找到中华 华夏天下华夏大地 有啊 每一个秧都是中国都是华夏 同样的 在救援那个最乌龙的 最不见得人的人在那里搞乱七八糟的东西 救援很多这种荒谬的东西嘛 都是在这个整个恩典之约的制度之下 发生的 所以一个人犯罪 很多乌龙的事情 特别是世纪 然后这个君王时期 这些都是我们看到 恩典之约的中保耶稣基督 他要赎的罪 包括这么荒谬的罪 传道书真言有些很难明白 一句话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耶稣基督智慧之底 智慧人的教导之下 那些没有耶稣基督那么智慧的 所罗门等等 会尽他们的力量写出一些 假如我要遵守神的约 在这个后世贸 后奥运的中国 也就是在真言传道书的时期 一样的了 我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 智慧人之下 的教导之下 做一个回应神的约 真神的约的智慧人呢 那我就会面对很多的 好像很调诡 很矛盾的东西 传道书嘛 虚空的虚空等等 但是上面有耶稣基督 祂是智慧者 所以你从上而下 整个架构里面有 恩典的应许 有诫命 有敬拜 有生活 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 祂是先知祭祀 君王 智慧人 所以旧约里面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神 耶和华的统治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统治 之下发生的 刚才那个 我是故意这样讲的 旧约里面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耶和华统治 他恩典之余的月明 之下发生的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统治之下的 因为耶和华所试的 耶稣基督都是 而耶和华在旧约统治 他的子民 给他们应许 给他们成就救赎 给他们诫命 给他们献祭的制度 给他们智慧写出 智慧的书信等等 这一切 耶和华所做的这一切的统治 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今天要统治我们 我打过这个比方没有 我的希伯来文老师 讲早会 讲四世纪 阿甘的事情 亚甘的讲过没有 不要紧 再讲一次好了 你们假如上我五次课 我又讲过六次 对没有 我们去问老师 我们的早会是十五分钟 包括唱诗讲道祷告 对不起 西方跟东方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一天他讲道 讲阿甘 亚甘 犯罪嘛 整个以色列 赢 遭殃了 我看表 时间快到了 十点三十分到十点四十五分 已经过了十点四十分 他还在讲这个故事 讲神的审判怎么来到 你怎么结束 还有三分钟 包括祷告 就什么都要玩了 我们很守时的 他就说是咯 那一天耶和华的审判 临到他的子民 但是有一天耶和华的更大的审判要来 不过那天他来不是执行审判 是承担审判 在十字架上 低头祷告 完了 一扭转过来 明白吗 旧约的审判 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审判 旧约所谓的血淋淋的事情 耶和华杀路人的事情 都是指向 首先 耶和华杀人 人是该死的 那是公义 我们没有死是莫大的恩典 第二 整个村子 整个民族杀掉 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惩罚 是那么的恐怖 比一村子人死更恐怖 这还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刚才举了几个例 对不对 传道书那些 然后那些很荒谬的罪 那些很乌龙的 很笨蛋所犯的罪 然后血淋淋的事件 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何况 参春 他的职份指向耶稣基督 他是很乌龙的 但是 一个人 之死 救了神的子民 抓着两根柱子 所以从他的职份 这个在解开阿弥勇讲 他的职份和一人死 救了耶和华的子民 从这两件事情来看 他是指向 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 继续 那么在新约书信当中的一些生活的教导 就是保罗常常说你们要怎么样做 你们不要怎么样做 那么这些经文怎么样来指向耶稣基督 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就像摩西斯耶和华的先知 发言人一样 整本新旧约圣经 都是耶和华 都是耶稣基督 都是耶和华和耶稣基督的自我见证 当然透过圣灵默示人写下来 再说一次 整本圣灵默示人写下来的 无谬无误的圣经 是耶稣基督自己在讲话 他在自我见证 所以保罗所讲的 就等于是耶稣所讲的 因为他是使徒 那你说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不是我说是主说 又来不是主说是我说 什么意思呢 第十节跟第十二节 意思就是说 不是我说是主说 是主耶稣在地上 已经讲过这番话了 或者已经处理这个情况了 不是主说是我说的 意思是主耶稣在地上 没有处理这个个案第二号 我现在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 来处理另外这种的个案 就是你的丈夫不信 但是他又不要离婚那一段 所以圣经的每一段 我不敢说每一个字 因为看圣经有看上下文 每一段都有 既然都是耶稣基督的自我见证 耶稣基督的启示 都有超时空不变的真理 要教导我们的 从旧约到新约 因为都是耶稣基督作为 他统治万有 特别统治他子民的典章 或者说都是他的自我见证 或者说都是他的自我启示 透过使徒 透过先知 这个是我所领受的 就是诗经的大前提 大原则 请继续 这个问题的意思是 当我们讲摩西的一些律法的时候 会宣判祝福和咒诅 是的 很显然以色列人都失败了 是 差不多都失败了 剩下耶稣亚跟加勒等等 我们看到新约耶稣基督来了之后 他所成就的 我们发现旧约的祝福 临到了我们这些悖逆的人 而律法的审判又临到了耶稣基督 是 那么律法当中也是同样教导 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做什么 是 那么我们把这些就引向了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工作 和祂为我们所成就的 那么 我的意思是到了新约保罗的 对基督徒这样的教导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用啊 还是 是的 我们 遵守不了律法 耶稣基督完全遵守了 而且负上成法 好了 现在我们得救了 我们爱耶稣 我们就要守祂的诫命 什么诫命呢 当然包括保罗 代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 那个核心当然是爱 那这个爱怎么爱出来呢 重新 又可以读到新约 当然你不要理就约那些献祭的 他的名字那些了 十戒 加上新约的 约翰福音耶稣所讲的 以弗所述 罗马书十二章 十三章 以弗所述 四章 五章 六章 等等 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 新约诫命 也是旧的 也是新的 约翰说又不是新的 又是旧的 又是旧的 意思就是说 跟旧约不矛盾的 为什么说新呢 就是因为耶稣来了 因为耶稣死了 因为耶稣复活了 所以是新的 但其实不新的 都是旧约十戒的延伸 或者是活现 fulfillment 成全 所以我们要遵守 耶稣基督的诫命的 特别透过他亲自拆拍的 使徒们写下来的诫命 但是这个不是靠守律法得救 但是是借着守诫命成圣 借着还不是靠 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的 做完我们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路加福音 但是呢 我们是要遵守 耶稣基督的律例典章 所以新约也是有诫命的 我们不需要守诫命 而称义 称义了 爱他吗 爱耶稣吗 遵守他的诫命就是了 好 我们休息的时间到了 好 我们休息的时间到了 好 我们休息的时间 好 我们休息的时间 然后我们休息的时间